这是我见过最高明的谋略手段 硬刀子不可怕 软刀子才厉害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 他的叔叔被人欺负 去告状却因为县官收了贿赂 不但没有伸张正义 反而把他打了一顿 叔叔愤愤不平 跑到南京找曾国藩诉苦 曾国藩心里难受 但在了解事情的原委后 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而是嘱咐妻子 安排叔叔先住下 如果是你 会怎么处理呢 曾国藩如果直接去找县官打招呼 不仅会欠人情 还可能留下把柄 两天后 在两江总督治下的官吏例会上 曾国藩在公务谈完后说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 夫人准备了两桌家宴 大家一起去喝两杯 宴席上 曾国藩特意安排叔叔坐在主位 态度极为恭敬 席间宾主解欢 其乐融融 宴席结束时 曾国藩拿出一把扇子 对叔叔说道 叔叔 你明天就要走了 这扇子跟随我多年 见扇如见面 虽有不舍 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说完 他在扇子上写了两句祝福的话 并数上名字 然后笑着对在座的官员们说 你们谁有兴趣 也可以在这扇子上留下墨宝 这也算是一件风雅之事 在场的官员们哪敢拒绝 纷纷争相在折衫上签名 走的时候 叔叔依然满腹牢骚 多囊道 一把破扇子 有什么用 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 曾国藩装作没听见 夫人小声告诉叔叔 这扇子大有用处 你回家后再去县衙深渊 一定保你没事 叔叔心想 死马当活马一一 豁出去了 于是叔叔回到家后 再次去县衙告状 县令一见又是他 怒吼道 把这老头给我轰出去 叔叔赶紧说 等等 我有一件祖传宝物 你看看 说完拿出那把扇子 县令一看 顿时下的脸色发白 扇子上的签名 全是两江地区的大人物 随便一个都不是他能得罪的 结果可想而知 曾国藩的叔叔 轻而易举地打赢了官司 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 他不仅帮了叔叔 还避免了留下把柄 同时维护了自己的威严 可谓一举三德 这就是谋略 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谋略手段 值得我们反复推敲和学习 假如你也能做到 像曾国藩那样 何愁事也不成